基隆市府是在今天的時候 宣布有兩名本土確診 其中一位女性的確診個案 他是從二號開始 連續十一天 前往欺毒的男性市場買菜 市長林用昌就表示 該名個案是和萬華群居案的確診個案 有過密切接觸 目前男性市場是停業到三十號 要強化消毒 欺毒男性市場的攤販 火速打包商品 陸續放在貨車上準備離開 有店面的業者也趕緊拉下鐵門 原本熱鬧的市場如今空蕩蕩一片 基隆十八號新增兩例本土確診 分別是五十多歲女性 跟案154高中生的姐姐 基隆市府公佈五十多歲女性的足跡 她從二號開始 連續十一天到欺毒男性市場買菜 市府除了緊急宣布市場停業到五月三十號 同時針對市場周遭展開大消毒 因為很多天他連續來了好幾次聽說 不是單一天來的好幾天 由於確診者幾乎天天到市場報到 民眾不諱言引起當地恐慌 目前只能遵照政府指示疫情期間 減少不必要的外出 要求在室內跟室外都必須要戴口罩 第二呢 我們也希望所有店家大家鼓勵 盡量外帶不要在室內來使用 連優昌指出初不意料顯示 這名五十多歲女性跟旺華群聚感染有關 此外案154高中生的姐姐 十七號確診為陽性 目前已匡列四十九人 他曾在邁進路上的鍋鮮火鍋店上班 那他自述他在工作的期間都有佩戴口罩 他在五月九號是在我們的仁愛市場 中午的時候在二樓的某攤位用餐 那還在疫調當中 基隆市府十七號公布有兩人確診 從足跡可見 兩人五號乘到老代豆漿大王用餐 隔天接連前往北市萬華區 京華都卡拉OK店消費 以及舊情綿綿茶館找有人 基隆市府強調 不論室內外都要戴口罩 若勸導不從一律開罰 記者紅杰彭耀祖基隆報導